3月11日,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华盛顿的世界政治学院用英文讲了一堂中国政治课, 讲解了中国共产党如何统治中国。 陈光诚说,中国共产党绑架了中国。 陈光诚下课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希望来听课的人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的现状。 由于这堂课向公众开放,听课者不仅有世界政治学院的学生, 还包括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公众人士,他们提问频频,互动不断。 听课者表示,他们钦佩陈光诚的人格,也通过他的讲述更加了解了中国政治现状。 第一次我住中国是2013年,然后2015年到2018年我住在中国。 我之前我觉得中国以后将越来越开,但是以后我不感觉这个发生, 是的,以后我不是很optimistic,因为我住在中国的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帮中国人, 但是我害怕中国政府,可能你可以说我羡慕陈光诚,因为他很勇敢。 我学习中国,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或在什么程度上有计划颠覆美国的政治制度。 我们的这个政治制度重视我们民主的基础以及我们所珍视的所有价值。 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还有待观察,听他的阐述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够听像陈律师这样的特殊人物谈中国经济增长, 带来的政治和社会负面影响。 我们经常说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有多好, 他重申了贸易自由化与民主化并非同步。 陈光诚于2005年调查林仪市政府强制堕胎, 2006年被捕入狱, 2010年刑满回家后继续被软禁, 2012年陈光诚夜奔北京后进入美国大使馆, 同年5月和家人抵达美国。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